歡迎來到屈屈聊影劇 我們今天因為金馬五六要即將頒獎了 然後我們就來做一個很歡樂的預測跟介紹 然後請到兩個我在業內非常尊敬的前輩 尊敬 西關姐 關姐大哥還有張哲民 哲民哥 女配角其實我覺得 我個人就覺得就是最右邊這兩個啊 對啊 我沒得選我就是這兩個 我就是最右邊的路易靖 偏偏我沒有看路易靖那部片 但是你有看過江湖男士 有有有 但姚語蹄的表現真的是大家會很喜歡的 是啊 姚語蹄的一個角色的設定就是很突兀的存在 所以相較於其他四位只有他是喜劇的風格 這個在討論度上到底能不能是 到底是幫他加分來扣分 這個真的是很難說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很有趣啦 所以我個人覺得你在這個片 姚語蹄基本上是演兩個角色 你知道嗎 他要演女生的版本 又要演另外的版本 跨性別者 對 跨性別者 所以我覺得在這麼瘋狂的設定當中 自然有他 他讓演員覺得這個角色很迷人的地方 我覺得姚語蹄有把握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你講的就是姚語蹄 他剛講兩個角色的優勢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其實有一大段是配音在 幫他輔助角色的形狀 對 如果去戲就這個問題 就是說在他表演上 可能有一部分的分數是 是配音加上去 因為那個配音很瘋狂啊 所以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陸易靜就是 他的戲也快接近女主角一半 他其實根本就是 對 然後他第七次入圍了 然後沒有得過獎 你回頭看就是他每一次演戲 其實你都不覺得他在演戲 他可能生活到 你可能就忘了說 我要給他一個獎 因為他感覺他沒有在演 但他就是很自然像那個角色一樣 或者是大家都覺得說 你應該得過獎了 有一種錯覺 他就是演技派 沒有人會去挑戰他的演技 對 入圍七次了沒有得過任何一次 對 但其實他還沒得過 女配角這樣向來有很多 不確定因素 那個陸易靜真的 陸姐真的在這部片 我看到最後是哭的 因為他很像台版的春風話語 就是他去追兩個失蹤的小孩子 而且是高風險的 就是所謂的就是家庭有問題 然後他們很容易可能會撬家 然後會不見 然後呢 他也是一個即將退休 他這些事情都不用他做的一個老師 但他發自內心的去 去追尋那兩個小孩子之外呢 對比的是在家裡 柯宜正演的那個 想要一天到晚 只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退休018%的勞工 所以他會很巨大的反差 就是你 而且他的角色是唯一一個 他要面對那兩個小孩 那兩個學生 然後他爸爸 還要面對那兩個學生的家長 還有其他那個什麼 簡破爛的什麼 他是唯一一個面對所有角色的人 所以他是一個故事的核心 而且他都用一種很善念的角度 想要去讓整 就是事情其實都遭到不能再遭 但是他想的永遠都是 他可以從旁邊做一些什麼 我覺得那個溫暖的力量超強的 就是到最後在那一刻 當你發現老師終於找到學生那一刻 你真的會崩潰 你會覺得說 這個 你有爆雷嗎?沒有吧 沒有吧 因為這部片也還好 沒有什麼雷而已 對應該就是 就很簡單的一個招小孩子 我們先休息一下 接下來還有其他獎料的預測分析 請點這支影片囉 掰 掰